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告广告 2018 亚运会表演赛 下载速度 缓冲资料 真属错误码 版本号 3.4.37 2018 年 8月23日 15.40分10秒 播放流水 25CA9B60D193B3F1E4RB630BB88471D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2018 亚运会表演赛 中国AOV代表队独亚运电竞 手机灵拜反美汉为荣耀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AOV代表队独亚运电竞 手机灵拜反美汉为荣耀 时长约4分14秒 等身体越训 8月26日 甲家达市 文良加密5月14日 亚奥理事会正式对外公布 Arena of Vela 王者荣耀国际版 等六个项目 将作为表演项目甲家达亚运赛场 一支穿云线 千军万马来相见 以KPL选手为班底的AOV特种军迅速集结 近一个月的备战从预选赛中突围成功 昂首进军亚交达 从集结到夺的电竞手机 仅仅103天 在马塔哈体育馆 五星红旗为他们升起 赛场内外 无数人为他们而骄傲 闹哗 沸腾 他们争得的是中国电竞的荣耀 是电竞赛亚运历史上的手机 是属于中国所有电竞人的一块里程碑 闪电半集结 为国家被荣耀而战 6月中旬 亚运会电子体育表演项目AOV中国团队名单正式出炉 那时红底色的海报中 主教练李托 爱蒂 奶茶率队 队长张宇晨 爱蒂 老帅 队员刘明杰 爱蒂 KU 潘家东 爱蒂 初冬 王天龙 爱蒂 ALAN 县阳 爱蒂 9月 谢涛 爱蒂 恩菲 仍穿着各战队的队服 这也成为AOV代表队的首次集体亮相 作为职业选手 他们本就有着丰富的比赛经验 但两个项目在英雄智能 地图 机制等方面存在的极大差异 使得KPL经验并不能完全转化为AOV的经验 被战亚越相当于重新开始 在加入之初 每个人都做好了从零开始的准备 而远离王九荣耀数月之后归来 队员们能否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也令人忧虑 选择加入国家 AOV对队员们来说位置数很多 风险很大 但他们每个人在个人和代表国家之间 果断做出了选择 一向沉稳的教练奶茶 在读冠后的采访中气不成声 在队伍保级成功后火速干保级时 三冠王可该北俱乐部成员 Ellen搭上了末班车 AOV的决心让当时的队友陈正正 I.D.C.A.T.之言 她的这个选择 真的很伟大 重新熟悉每一个英雄的属性 最初打排位的时候连路人都打不过 强度超高的集训 每个人的体力和心理都在经历着考验 为了预选赛 他们都在与时间赛逃 曾经的对手变为队友 一向爱导官的Ellen真称地道 出了大家的心声 我们不再分你我 我们是为荣耀而战的整体 为了亚加达亚运会的会场 理想彻的是中国国歌 30天突围成功大王期待双合体 集结仅仅一个月 中国团队就以三胜一负 赛区第二的成绩 从预选赛中突围成功 新海报里的小伙子们 穿起整齐画衣的对付 他们宣告着 雅加达 我们来了 突围并非一世 在东亚赛区的竞争中 除了传统电信强国韩国外 中国台北队还曾是去年首届 全球总决赛 AIC Arena of Vela International Championship的 冠亚真知识 可谓AOV全明星阵容 不魁首最初的日子 奶茶层直言很头疼 来自不同的战队的选手们 自是带着不同的属性 磕磕半半在所难免 训练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 大家会紧张一些 压力变大了 训练赛输了 大家心情会比较郁闷 押运会赛场上的AOV国家队队员们 8月11日 王者荣耀冠冠军杯总决赛 拍幕时 AOV团队身着国家队服 在万人瞩目中 进行了一次特别的出征 与已经有一两年 AOV职业联赛的队员们 相比 中国团队无疑是最年轻的 但每个人都显得很沉闻 一向低调的老帅自行的透露 我们也磨合到了不错的程度 对我们自己有信心 而大王更是期待 与曾经的队友们实现双合体 希望他们能够拿到第四个冠军 然后我在亚运也能拿一个 103天提出电竞手机 老帅在前阶任何可测印师 在前一天 各国选手会集一堂进行着最后的彩排 作为队长 老帅也在每一个环节 都细心的提醒着队友 办复测试着耳机的声音 特意叮嘱辅助选手MC 你说话的声音要大一点 到时现场如果太吵的话 我们可能会听不见 队长老帅帮队友调试设备 AOV项目开赛当日 除了东道主义你的国旗 更加耀眼的是中文的灯牌 纵使队伍逆风 依然能听到为中国团队而响起的惊呼 呐喊声 从当地时间早上10点开始 一直到颁奖结束 为中国团队而响起的掌声 没有一刻停下过 受战机营强敌泰国 亮相局在遭遇逆风的情况下实现大翻牌 以2比0击败泰国成功打下开门红 四轮对阵夺尖大热中国台北队 从66天前的手下败将到人头数13-0 凌峰对手取胜 中国AOV团队的蜕变 无需多言 但决赛战胜越南队 他们抱着卯足了静 一定要战胜他们的必胜之心 以胜者之词进入决赛 没有给中国台北队任何机会 2比0干净利落的拿到冠军 拿下比赛兴奋的Ellen 电竞手金 让雅加达的现场仿佛主场般久久沸腾 Ellen起身和身旁的KU拥抱 他们终于能够释怀的笑出声 而无数电竞人 也为他们而骄傲 而欢心 站在最高领奖台上 这只只骑兵AOV国家队 发气的想来开着玩笑不脸红的王天龙哽咽了 曾拿到过国内冠军的他 今天 拿到了亚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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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